大家好,我是大雄 克里姆林宫豪气甘云签署入侵乌克兰作战命令之时 是否想过俄欧战争会持续如此之久?肯定没有 如此经过535天血雨火的较量,名言可见 随着俄军屡遭挫败,进入了战争僵局 全球第二军武招牌已经掉落尘埃 战争也就进入真正意上的相持阶段 俄欧双方互有攻守 再加上国际政治外交的全面的深度的影响 使得战争态势继续趋向复杂和增加了变数 然而国际社会对俄乌战争的主流态度依然清晰 战至现在从拉姆士泰因会议到沙特阿拉伯 吉他会议诸多恐俄、仇俄、恨俄 以及看不起俄国的国家组织等已经再无顾虑了 或明或暗广泛的联手原无抗俄 为克里米林宫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带来极大的麻烦 8月12日 俄再度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多国向乌克兰供应武器问题召开会议 此前 俄国已经多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但是全无结果 既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要发起战争践踏联合国宪章 使得俄国这个要求看上去极为荒诞 这样如果细想俄国之所以再三提出实质荒诞的要求 即可理喻 原来多国原无抗俄行动已经予以克里米林宫太大的战争 政治和外交压力 受战争现状影响即90月份将会召开诸多关联俄战争的国际会议等影响 秋季战争正是俄军能否实现固化战线冻结战争的关键阶段 就此 为了缓解压力 稳定战局 克里米林宫即在外交努力大耍缓兵之际的同时 从8月初至今 更是集结重兵 持续从斯瓦托夫 克里米那战线 自东南方向攻击库布扬斯克 同时 俄军还在库布扬斯克东北 维尔沙纳 配交特拉夫涅夫方向向库布扬斯克发起较大规模攻势 观察今年战场态势即可发现 无论俄军重点进攻巴克木特 顿涅茨克外围地区 又或者乌军在巴克木特外围发起战术反击 在扎布尔热战线实施反攻 以及在奥里西夫托克马克突出部进行 罗布坦尼突击战期间 俄乌双方都在斯瓦托夫 库布扬斯克沿线 及奥斯基尔河东岸地区频繁易动 进行战术性的侦察战 游击战 袭扰战 近乎半年实战证实 斯瓦托夫 库布扬斯克沿线 及奥斯基尔河东岸地区 不仅是我认为的潜在热点战场 同样是俄乌双方极为重视的战略方向 从乌军六月选在扎布尔热 赫尔松 顿巴斯战场等多个方向 发起战术性反攻至今 双方激烈交手 乌军终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俄军防线 使得乌军反攻难以再现 哈尔科夫反击战 及利曼反击战大姐 这个战场形态让很多抱以书生希望的宠俄 与燕俄的中外媒体为之 或欢呼或失望 然而乌军还在继续反攻 扎布扬斯战场 一次又一次宛如劈脸重拳 如果此前综述俄乌战争态势 现在俄军缺乏有效战法应对乌军反攻 唯有凭借苏联遗传的皮厚肉操油士 搂住机械化战争门槛 硬扛乌克兰重拳 如今数轮重拳 纵然乌军手掌打肿和俄军坚持站稳不倒 再看俄军脸上却已然鼻血长流 鼻情脸肿 俄军迫切需要改变这个被动挨打的战场形态 于是俄军在实施无差别战略轰炸和外交 政治努力没我之后 特别需要主动出击 牵制和反制乌军攻势 然而俄军久战疲惫 要想再起地面攻势 却又受到四大限制 其一 从2022年10月部分动员至今 持续战争大量的消费30万动员兵 使得俄军现在兵力日趋紧张 难以集结重兵实施攻击作战 目前 俄军正在筹划和预备第二次征调动员兵 但是 远水尽渴 制约俄军在短期内难以有较大战略动作 其二俄军装备理念并非乐观 难以支撑俄乌战争现阶段的攻击作战 尤其瓦格纳雅兵退出俄乌战争 俄军更是缺乏相对精锐的地面突击部队 进行有效的攻击作战 其三 按照俄总参谋长及俄乌战争总指挥 格拉西莫夫大将设定 俄军在2023年的主攻方向设定为顿涅茨克外围地区 然而 俄军主力外表现量 实战表现确实欠佳 如今俄军疲战而深陷顿涅茨克外围 至阿弗迪布卡 马林卡 吴勒达尔等战场 进退两难 自然无法调集足够机动兵团应对乌军攻略 其次 在扎勃尔热赫尔松及杜姆巴斯南线战场道路相对发达 俄乌双方沿铁路线公路线对峙作战 形成大面积大纵深防御体系和雷区 同样严厉限制了俄军集结兵力发起反攻 俄乌交火线及浅纵深地区 每公里大约密集埋设800到1200颗各型地雷 再加上战区夏季植被茂密 使得雷场成为俄乌双方难以愉悦的地区 于是密林遍布斯瓦托夫库布扬斯克战场 及库布扬斯克东北维尔沙纳 配销特拉夫涅夫轴线 也就成为俄军集结分手不同山头 不同指挥体系的国防军空降兵北顿地区武装 车臣埃哈迈德部队等杂牌军进行攻势作战的 唯一可选地区 如果在斯瓦托夫库布扬斯克战场打出动静 俄军既可以此战略牵制乌军在南方战场的攻势 反制乌军可能在这个方向正在预备发起的战役反攻 参考图一可见 俄军在最近对库布扬斯克形成东北东部和东南方向的弧形攻势 并且加大攻击力度 看似俄军以装备西洋武器的动员兵组成的杂牌军攻击力有限 但是俄军凭借绝对优势的火力兵力对库布扬斯克展开弧形攻势 确实对乌军形成较大的战场压力 于是最近简中网络流行的配乐小视频和鸡血战军 大多都是俄军胜利在即的景象 然而如是断章取义和碎片化观察战争 双眼蒙尘纵然热泻亢奋 终究是一脸茫然 现在俄军确实向库布扬斯克发起猛烈攻势 但是参考交互式计时地图标图 俄军至今并没有在战场形态上占有明显优势 于是俄军对库布扬斯克的进攻力度 规模和效果尚需后续战事继续观察 从战争逻辑去看 既然秋季战争为乌军打破俄军固化战线 冻结战争战略的关键阶段 乌军当然就必须扛住俄军在东巴斯北线的攻击 保持北线战局稳定的同时 乌军还得以地面装甲突击实施磁铁进攻 嵌入和破坏俄军防御 以极数大弹为主实施炮火洗地 打击俄军有剩力量 以暴风阴影巷洋导弹 及HIM、ARS等全球定位系统远程武器 或者其他非对称作战 向俄军占领区及俄境实施烟头攻势 继续对俄军及俄国展开战略反攻 只有这样乌克兰才有更大可能在秋冬战事间 打破俄军固化战线 冻结战争战略 继续的稳定和争取国际社会 及拉姆斯泰因会议国家 沙特阿拉伯极达会议国家的支持 于是乌军要践行如上战略 首选战略高地就只能是前文反复提及的 扎乌尔尔战场的奥里西夫托克马克突出步 而奥里西夫托克马克突出步的战术要点 同样也是前文反复提及的罗伯塔尼 乌克兰要想胜利不仅是战术改变 要加快步伐 不要给俄罗斯喘息机会